曾经拍过很多以女性为主角的导演Paul Fick 他最近联手了花边教主Blake Lightly 以及在歌后站里的女主角Anna Kendrick 三个人呢他们一起合作了一部电影叫做《失踪网红》 那这部电影呢这个在北美首映的这个票房红盘非常的厉害 在北美首周的票房已经破了5亿台币 在台湾的首周票房呢也直逼千万 所以呢这两个人合体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下这对腹黑的闺蜜 在里面有什么精彩的对手戏 好莱坞当同的时尚教主布雷克莱弗利 近期和歌后站的女主角Anna Kendrick 一同出席两人合作的新片《失踪网红》首映会 此时莱恩雷诺斯也现身会场为爱奇站台 失踪网红剧情描述Anna Kendrick 饰演的人气部落客史蒂芬妮 她儿子好友的妈妈也就是由布雷克莱弗利饰演的 狂野贵妇艾蜜莉成为好友 有一天艾蜜莉突然失踪 史蒂芬妮四处寻找好友的下落 却爆出惊人的秘密 每次我们做这个都会感到很高 想要交代表情吗 不不不 来吧 剧中由布雷克莱弗利饰演的狂野贵妇是一名时尚公关 剧中的贵妇造型都是由布雷克莱弗利亲自和服装设计师共同打造 以裤装为主轴 用简洁的配件设计出多套不同变化的造型连番上阵 成功打造出狂野贵妇酷帅又不是性感的华丽时尚外形 除此之外布雷克莱弗利在剧中长一针见血地道出许多职场金句 也引发许多粉丝们的共鸣 意外成为另一个看点 以为我 Isso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别人你会上真正的朋友 你会上真正的朋友 你记得不合你 我看到我妈妈 她说过似乎我说 Hi to Stephanie 你会知道他被取下了四个million运作保存的役力 几乎她居然伤了 人们做生日常作为自己的单属 你认识更多的你让你放下